所以每个人拍的这个电影 2012 我是几十年没看过电影 我也不看电视 我们佛门同修 买了票 但我也去看 看了之后 我告诉大家 我都晓得 这个片子 全球同步连印 那这是一桩大死 不是小死 这是上天对我们下了警告了 如果我们继续还要搞无力失误 我们这个灾难就跟它演的一样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 对这个看法 我说我们从因果上看 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 他想什么 他说些什么 他干些什么 你把事上的标准展开了 一看 你就知道 全是事物 一条线都没有 那这个灾难 这灾难能不能救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 回心转移 我明白了 我知道这样子干下去之后 这地球就没有了 所有灾难都会出现 佛在热音经上告诉我们 贪心 感到的是水灾 将来海水上涨 把陆地全淹没了 贪心的感应 什么都贪了 你修佛都贪了 学佛要烧头一炷香的贪心 佛是叫我们放下贪心的 不是换贪的对象 要不贪心除掉 这个道理必须要懂得 成灰 感应的是火灾 现在地球温度上升 这是属于成灰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紧急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 心里觉得难过了 疯恨了 你就对地球温度上升 你又在那天里把游了 你有责任 愚痴是风载 傲慢是敌敌 多有阴点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感到的 这个灾难 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句话 消灾灭难 那么一句 那就是 情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这才能就化解了 我们要求 全世界的人都做 不可能 这个做不到的 那我们真的要求 佛门弟子 学佛的人 我们共同一个老师 释迦牟尼佛 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应当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认真修行 断卧修善 忏悔改过 全世界佛弟子 要都能够这样做法 这地球有没有得救呢 有 有救